魏宇 你看 我補考过了 哇 666 恭喜你 严毅学长呢 严毅啊 他这几天生病了 很久没有来了 他自己在家休养吗 大概吧 如果有人照顾他的话 养业 严毅她一个人在外租 就都没跟我联系 只说病了 许生慧那边的事都是我在带领 但是走不开 他这几天没有来 我有点担心 该不会真的病倒了吧 如果他都没有回应的话 那我给你他家门的密码吧 学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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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 學長 你有好一點嗎 不要叫我學長了 我不想跟別人一樣 好吧 言一 你要不要吃一些粥啊 你感覺病得好痛嗎 最近的你是我最遠的天堂 翻不過那道牆 爭不脫的野長 沒有勇氣開啃我的荒涼 暗戀是一個人的笑臉正常 都正著做守護你的意 你覺得好嗎 好像都沒有味道 只要在你身旁 能看到你幸福的模樣 那些要媽媽做的 她說 這樣比較健康 好 你家很遠嗎 要不要我幫你打交給她 沒有人知道我有多愛你 她 跟她一樣一點嗎 不在嗎 好 看 我 好 我 我 我昨天去夏岩依他家 什么 你一个人跑去夏岩依他家 为什么不找我跟魏云一起去 我刚好有空 而且魏云说他在忙啊 可是你一个女生跑去男生家 不好吧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 没有 什么事都没发生的 你骗人 你这样一定有鬼 魏云 快 来坐 没想到啊 魏云去看你以后 你马上就好了 有吗 他有来过吗 我的保温罐还在你家耶 哦 原来是你的哦 不然是谁 他又是谁 奇怪 哇 我補考过咯 六六六 恭喜你 我装粥的保温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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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先说是吗 哎 嗯 之前会长不是很针对西点社的社长吗 嗯 然后还要我们封杀他们所有的活动 然后现在自己又跟他们社长这么好 对啊 他还叫我想办法让他们申请不到活动的摊位 很夸张耶 我真的觉得很瞎 这还不够瞎 跟你讲喔 上次副社长还在帮他们发传单 发传单 对啊 什么时候的事啊 零星 真的假的啊 我们做那么多不就白费了 对啊现在到底是在干嘛啊 怎么不这样子啊